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中国古典舞当中的一个步伐 漫步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漫步的正确做法 那么漫步呢是女搬教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伐 我认为漫步它可以走出女性独有的味道 首先踏步旁蹄站好 动力腿由膝盖缓缓向外带出 脚下为蹦脚形态 动力腿拉出之后形成勾脚状态 随后保持勾脚状态用脚后跟落地 一抬一落我们称之为远抬近落 动力脚由脚跟脚心脚掌的传导变为主力腿 上身一直保持旁蹄的状态 在重心转换的同时 反面的腿做同样的动作 漫步强调过程当中的造型美 一定要动中求静 静中有动 整个过程要稳重而轻柔 那么做漫步呢 我们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第一条动力腿在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远抬勾脚后跟 然后向近出落脚后跟着地 第二个方面在做漫步的时候 两只脚重心的转换 一定要规范 一定要细腻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做漫步的时候 你要把握好它稳重又轻柔的状态 错误做法一 呼吸外在化 膝盖在过程当中做了过度的屈身 错误做法二 没有远抬近落的审美原则 做出了迈大步的感觉 好 今天的漫步呢 就为大家讲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确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